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28日 再来谈谈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 围绕着疫情防治 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 有没有矛盾和分歧 因为中共这种信息是封闭的 那么媒体很少报道 于是海内外围绕着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的传闻 有很多的评论 那么也有一些网友 披露了一些所谓的内部的新闻 但是很难查证 本人认为 李克强在1月21日到22日 之所以要到这个青海去考察 可能这里边有很多引擎 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那么武汉当地的管员 他敢欺骗这个上级 恐怕这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不定第一时间 也就在12月8号 这个武汉发生了疫情之后 就已经向湖北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 那么省委省政府 那也不可能去 在现在这种习近平强势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不通报被习近平 只不过什么呢 就是最后 及时透明 完整地披露这些数字啊 恐怕最后的定夺的权力 还是在习近平手里啊 因为习近平认为是春节 祥和的气氛 要搞着团拜会 要这个渲染 大好形势 为了社会的稳定啊 说不定主要在他那里啊 这个并不赞成 这个由这个夏季啊 一层一层报上来的 这些数字的披露啊 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因啊 外界批评李克强比较多 但实际上可能 根据这个武汉市长 前几天的那个内部的讲话啊 这个 他已经实际上 讲到授权的问题啊 那就等于说呢 他已经如实的汇报 但是呢 最后 这个也经过了李克强的同意啊 但是最后 还是由习近平定夺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作为国务院总理啊 也作为共勤团派啊 一直是不得志的李克强啊 权力和空 权力的空间 遭到挤压的啊 李克强 那肯定也是 心里很不爽啊 所以李克强 在这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时刻 就到这个青海去 靠擦 青海离北已经很远了 那么前几天 我在一个视频节目当中 已经讲到了 说不定是因为李克强 这个胆气啊 但是现在李克强已经到了底线了 这说明好像也并非如此啊 那么就有另一种推断了 那么李克强 到这个青海 我们知道青海这个生命书记啊 这个背景非常了得啊 在中共七个全市最大的这个人员当中 那么没有人比这个栗战书啊 更支持这个习近平啊 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 除了栗战书此外 那么韩正不可能是从心里 发自内心支持习近平 他是个老上海的油条子的 那么王沪宁那是个风派啊 他本人所谓中共的智能啊 这个既伺候过这个江泽民 又伺候过胡锦涛 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他恐怕也是 并非习近平的一个 发自内心的真正支持这个 那么汪洋呢 汪洋改革派 那根本不可能支持习近平 那么我们知道汪洋 这个在这个广东任职的时候 搞过这个乌坎事件 这个出现了第一个民选的这样的 基层的领导人啊 那么在彭水事案当中表明 他也不是打压言论的 那么在最牛丁子户事件当中又表明了 他是维护老百姓的权力的 财产权的 那么在中美这个首论经济对话 他担任过这个首席代表 他也是主张这个中美夫妻论 和谐论 和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也不一样 那显然他从心里也并非赞成 这个习近平 那么你算来算去呢 赵乐际是个关键人物了 也就是说呢 李克强如果能和赵乐际搞关系的话 那在和习近平的暗斗当中 那就略胜一抽了 因为就这么七个人 这个所以呢 这个李克强在这关键点上 到这个青海啊 西宁啊 到西宁啊 本人认为可能是为了 这个争取王建军的支持 因为王建军是 这个也是和赵乐际一样啊 他们俩人基本上是 这个一直是 这个密切联系的啊 官场上的这样的同事啊 也是他一个重要的助手 根据网络的消息讲到 这个王建军是1958年出生的 这个1978年就参加了工作了 84年加入中共啊 那么呢 他曾经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型的学历 在这之前呢 在青海 这个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经历啊 类似于赵乐际啊 赵乐际也是刚开始当知青啊 那么王建军也是啊 那么后来他读书毕业以后啊 1985年3月进了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了 接着呢 他在这个青海这个官场上啊 这个赤沙风云啊 左右风云啊 那么他最这个权力啊 挤进青海这个权力这个地方 这个中心点啊 正好和这个赵乐际交集啊 2004年呢 他担任了青海省委副女部长 办公厅的主任啊 我们知道办公厅主任 那就是大秘了啊 和这个省委书记肯定要配合非常好 书记要喜欢他 那么那个时候 他就负责保障时任青海 省委书记赵乐际 其实就是给他跑坑 跑上跑 跑前跑后的啊 所以04年 那么他担任了青海市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接着一路下来这个人啊 那么后来就担任了这个 这个青海省的这个副省长 代理省长啊 那么又18年呢 又担任了青海这个省委书记 也就是说 他是继这个赵乐际之后 在青海市青海省啊 那是全清一时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员啊 而且他曾经在这个2014年 反腐败这个这个运动当中啊 这个在大调啊 这个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那个时候 王建军还兼任了西宁市委书记 你想整个青海把这个省委书记的大权 和人大常会主任这个权力 都给了一个人 来证明那上级是非常信任他的 那么这个赵乐际肯定和他关系 就非同这个一般的 那么李克强在这个时候 到这个青海 我认为啊 恐怕主要是为了和这个王建军 拉了关系 因为李克强 他想在七个常委当中 通过王建军巩固一些 加强一下他和赵老基的这个关系啊 争取他的支持 那自然而然在这个整个内政外交 就处理一些重大事物的时候 就拥有了这个发言权啊 我们知道习近平 虽然表面上定于一尊 但实际上由于内政外交工作 做的连连实测啊 这个党内外 海内外就有些批评一些啊 所以他的权势啊 遭到了很大的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这个 这个肺炎的防疫啊 那肯定 这个在重大决策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 这个点点票啊 点点人头 在这个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么还要看看到底 这个赞成自己的观点有多少啊 所以说赵勒军对李克强 非常重要啊 因为他不是这个自教新军的 这个派系里面啊 更不是像栗战书那样 坚定的这个习派啊 因为你要改变 这个栗战书的观点很难啊 因为栗战书过去和习近平 在河北的时候 一个是在镇定 一个是在无息啊 他们的关系是够铁 那是没有办法 那么 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 这个 保护您的这个态度啊 韩正的态度 这个特别是韩正的 这个特别是韩正的态度 更很微妙 那么 韩正是个老油头在上海 一直在上海那个地方工作 应该讲他应对 这个很多的重大事件呢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是他不会真心帮助习近平啊 我们从香港的反送中应用当中 韩正 负责香港最后搞的这个底部啊 说不定也是故意的啊 而且呢 这一次这个 这个卫生 防疫工作原本应该是 由这个国务业副总理韩正 在他这个体系下啊 但是呢 他原来是 可以让他讲 是看笑 不帮忙 所以说 这个后来之所以 这一次这个 防疫小组的成员党都没有韩正 那么感到奇怪啊 原因就在这里啊 说我这个信任天 就是被动和生气啊 那么干脆 就排除他在外啊 免得他在里边 这个暗中这个捣乱啊 那么我们知道 韩正在上海 那是大贪官啊 他可能也知道了 习近平下一步的反腐败 如果困与民间的压力啊 通过他的嫡系李强 在上海运作 说不定很快就会拿他说事啊 所以说他也不真心帮助习近平啊 由于李克强 这个暗中这样的缠斗啊 通过王建军 这个 这个可以这样讲 笼络了这个 这个加强了和这个赵乐际的关系啊 那这自然而然在一些 类似像这个防疫工程的缺测问题上 这个像租务的争取的多数 所以说会从新海回来之后 这个局势发生一些变化啊 在应对整个疫情这个 这个数量的增加呀 这个病情的严重啊 海内外疑问的 这个铺天盖地的批评啊 这样结合到一起 就推着这个习近平啊 要改变原先的这个 这个承接啊 所以说 习近平一旦的表态 对这个武汉的疫情啊 有了表态之后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整个这个地方关于联法 就把一些真实的素质啊 足够的披露出来的 真正的整个的这样的世界啊 那么我们知道 先是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 然后呢 这个李克强就奔布了地线啊 那么在这之前 其实这个孙孙兰呢 已经去过了一次这个 这个武汉 湖北啊 但是湖北省委书记 蒋超 这个新蒋这个书记啊 这个蒋超良啊 蒋超良啊 他这个是 这个 就王岐山的背景 所以也是比较难办啊 他这个一般人恐怕也很难 就是能够调动到了他呀 那么我们知道 王岐山现在仍然是制约 这个习近平权力啊 这样一个重要的助手 七个常委八条心啊 他不是常委 但是除了常委之外 可能最有权势就是王岐山啊 那么蒋超良不给力 那现在看来 整个行为推动了 他们这个往前走啊 那么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这个微妙的一些 诡异的这些 这个局势这些特点啊 造成了目前 这种这个局面啊 那么现在看来 这个习近平 医护寻常的啊 把这个领导小组 这个组长给了 这个李克强啊 可能一方面 除以就是以后 一旦这个事情 最后 这个疫情啊 无法防止啊 导致灾难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这些 这个麻烦呢 转嫁到 这个李克强身上 让他代罪啊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 刚才讲到这些 内部诡异的斗争啊 这个李克强第一次 这个当了一个组长啊 这个也是夺回了啊 原本属于他的权利啊 这个在中共党内来讲 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啊 那么下一步 如果说 在治理这个阻断啊 这个武汉肺炎 这个弥漫这个问题上 如果能够获胜 那李克强在中共党内 那对习近平来讲 这次看大的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 绝对优势的一个势力啊 有过去的弱变的强啊 要导致这个习近平 这个政权的这个丧失啊 这可能也具有一个可能性啊 那么所以说 回头看 这个这几天啊 关于这个围绕着 这个武汉肺炎啊 这个形势的一个演变啊 那么分析这个李克强的啊 这个日程 那么再看看 这个中共党内啊 总的权力核心层 这七个人的 这个力量的对比啊 似乎也看清了 整个局势的一个 一个走向啊 至于说 将来到底 这个 这场这个 蔓延到全世界啊 这个非常危急 危险这种 这种情况啊 如何的发展 是否会导致 这个中共权力的坍塌啊 至少导致这个 中共党内 这些不同派系 这个啊 内斗的此消彼长啊 这还都有些 有待于这个观察啊 有待于观察呀 那么 今天的这个海外 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